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空间站最重要的长段 核心舱 它是整个空间站管理与控制的中心 也是我们在为工作与生活使用频率最高的地方 下面具体的就由李冲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们平时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里工作 就餐以及交流 这是我们的餐桌 这是加热装置 微波炉 还有冰箱 以及饮水分配器 由于太空失重环境的因素 水不会像是在地面一样 老老实实地在杯子里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饮水袋来接水 Kne 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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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快 glue 你 走去 要扣 接下来我们去空间站的两个实验舱去看看吧 空间站的两个实验舱 一个是问天实验舱 一个是问天实验舱 问天实验舱主要是用于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相关的物业实验 现在我所在的舱段就是问天实验舱了 下面就请广叔给大家做一个具体介绍吧 这里就是我们的生命生态实验柜 有点像是动物植物的太空旅馆 这里面住着植物种子 幼苗 小新动物等等 其中 这里就是白马鱼的房间 单机会主要研究在微生里团定下动物植物的生命发展形态 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 未来在月球乃至火星实现长期生活 供打下金属 好的 接下来请跟随镜头 满意兴趣看一下太空菜园 接下来请跟随镜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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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准备好他们在入轨初期 在工作和生活等方面所需要的各种事情 同时呢 我们也在为返回做相关的准备工作 包括增强对失众防护的锻炼 还有对我们在任务期间开展的各项式实验所生成的重要数据 以及采集的各类样本进行整理和下行准备工作等等 好了 今天我们打卡中国空间站就到这里吧